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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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录这样的一个Vlog了 我现在要去出门买漆 最近不是买了那个Dampoist的 铁头托尼吗 我真的很喜欢它 很好玩 我给它配了一个摩托 我买了一个田工的CB750 其实我不懂的 就是我觉得那家摩托还蛮帅的 然后我在咸鱼上看到 有些人把它改成一些 比较酷的街车的样子 其实昨天我已经做了一部分了 漆我也喷了一点了 但是昨天没有录视频 然后昨天呢 有一罐TS 就是田工TS40的漆 喷完了 但是我还没有做完 就是我还有一些部件 需要喷那个漆 现在就是去买 然后 我昨天在咸鱼上看到有一个人 打包出一堆漆 还蛮好价格的 反正就挺多的了 100多块钱 去面交 因为广州本地嘛 好吧 Let's go I swear I don't miss you at all 我到了 但是那个卖家还没到 所以在这里等他一下 拿到啦 应该很大一盒 很多的 在里面 等一下回到家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 到底买了些什么 面交完了 面交完了 那么现在去哪呢 因为刚刚那一堆里面 没有我想要的那个 TS40的那个 枪铁色吧 面交的那一堆里面 是没有这个颜色 然后所以我现在 专门来买这个颜色 对 40 有没有 14号没有 这么好卖的吗 那个 14有吗 14有 14是高工 对对对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38号 38号是深汤铁 跟40黑 跟40黑 差不多是吧 有点净 哪个亮一点 两个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亮度区分了 只不过这个颜色会淡一点 支付宝 总共70 给了 好 谢谢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买到了 虽然没有40枪铁色 但是他说这个 38 差不多 那我也买来试一下 好吧 最近广州真的超级热 没什么事 我真的不想出来 只要是因为等不了了 就必须出来买 好吧 我们回去继续开盆 好了 我已经回到家里了 那这些呢 就是今天下午跟咸鱼那位朋友面交的收获啊 一堆一共160吧 都是用过的 不是全新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鱼的量多一点 有一些鱼的量少一点 可能有一些可能我现在用不到 但是以后我应该会用到 还有这两罐 这两罐是今天下午去店里买的 一个是38号的 一个是14号的 都是黑色 这个就是我目前的进度 然后有一些昨天已经喷过了 在这个坐垫 我把它喷成了棕色的 这个鸡头 我也已经把它喷了一点颜色了 喷了一点银色 让它金属感更强一点 感觉还不错是吧 车壳呢 我就想让它 依然是白色 但是我肯定要给它上漆的 因为它这个是塑料成型色嘛 肯定很焦的 然后其他这些小东西呢 都有喷过了 那昨天一天肯定是弄不完的 你看我为你的摩托花费了多少心思 是吧 谢谢你啊 趁今天天气这么好 赶紧干起来吧 好吧喷了一下午 终于喷完了 其实零件这样展开感觉也不算多 其实组装起来应该不会太复杂吧 你们看现在都天黑了 现在是2点40分 凌晨 然后 现在的进度就这个样子 就别看零件少 其实装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但是我感觉效果也还不错 这个壳稍微放上去也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个座椅 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座垫呢 它还是太长了 就是我想 赶快把它改一下 改小一点 短一点 因为我喜欢短一点的款 我觉得这个尾巴还长一点 对 那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稍微好看一点 只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小座椅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可能后面这一块把它切掉 装置完也还是挺开心的过程 虽然久了一点 不过今晚也差不多了 已经2点多了 明天继续吧 整辆车拼好了就是这样了 感觉还可以啊 配色上我用了白色的车身 加上棕色座椅 车架发动机什么的都是用金属黑为主 那烟管之类的就用了金属银 改动最大的地方就是车后半部分 坐垫我嫌原本的太大了 一开始就给它切了一半 然后又削削削成了现在的样子 车尾没有按照原本的来做 我把车架的尾巴剪短了一部分 尾灯就是直接粘在后轮挡泥板上 包括两个转向灯也是 基本就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来了 达到了自己想要的造型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做旧了 因为铁头它本身有一点旧化 那摩托车自然也要旧化一下才搭配嘛 做模型这方面我基本就是个菜鸟 没有什么很厉害的技法 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分享给你们 真的超级好用 就是这些类似生锈效果的做法 是不是看起来还挺自然的又有质感 来看看我的方法包交包绘 好吧 我用到的是盖亚002全黑和俊式49光泽透明成 两个都来一点稍微混合一下不均匀也没事 然后用摆结布就是家里洗碗用的那种 剪一小块粘一点 然后在白纸上使劲多点几下 然后看到它差不多干了就可以直接往车身上去了 要注意力度千万不要擦点就可以了 随意一点它就会出现那种特别自然的生锈的斑点效果了 像车盖的话一般磨损的最严重的就是边角的地方 就可以在那上面加大力度 然后慢慢的往四周围扩散这样的 就比较符合现实生活中那种生锈磨损的逻辑吧 发动机上也是一样的做法 只要往上点就可以了 效果出的非常快 不均匀的橙色在这上面就更像真实的铁袖色了 很爽的不要太简单好吧 做旧跟开车一样也要把握好尺度 我觉得铁头本身不是太沸土风的 那这个摩托车我就稍微旧化一下就行了 太重口也不好 做旧化很容易爽过头 还是要结合实际风格去做比较好一些 旧化除了做生锈 还有一个就是做点沉土效果 这里我也推荐一个超好用的东西 郡氏WC07 风化褐色自洗液 真的超好用 怎么好像美妆博主卖货的感觉 那像这个摩托常年使用着 车身都就成这个样子了 轮胎的缝隙啊整个车身 怎么也该有点沉土堆积比较真实 对吧 用笔刷粘一点 点上去让它渗入到那个缝隙里 它这个好用在干了之后 真的是会变成沉土的感觉 出效果也是特别的快 干了之后用棉签沾点这个自洗液的稀释液 郡氏WCT101配套用的 去擦掉表面多余的部分 因为我只需要它渗进去就行 表面的部分就可以擦掉 不用擦的特别干净也是随意一点 它反而会更有那种风沙的旧化感 非常简单好用 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了 我自己还是很满意的整个旧化的方法就是上面收的那两个 很简单一点都不难 朋友们一起试试吧 那刚好做完就是端午节 所以带回老家外拍了 接下来就是拍照的环节 请看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就是这一块区域 那些草对它来说可以是一个很长很长的那种植物 或者是说树吧 然后这一块空的地方 我可以放它进去拍一下照片 感觉是挺好的 不知道拍出来怎么样 我们试一下好吧 I really still remember Who's in the pictures on my walls No I can't Recall your scent Jasmine, Tuberos and Lily Or your silly French accent All but forgotten About those eyes The shade of green And if it seemed would make F Scott Fence Gerald cry But I won't 这个铁头Tony配上这个摩托真的是绝佳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坐摩托车 在做模型方面真的就是个菜鸡 这次能有这种效果我自己很满意 这组照片我也是拍的比较随心所欲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次的制作小技巧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有更多想问的 欢迎评论给我留言 毕竟这期视频比较随意拍的 没有什么策划 没办法说的面面俱到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还可以的话呢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更多日常Vlog和玩具摄影 及开箱分享会在第一时间发布 我是黑板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